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 孔子说 君子贵人见己 先人而后己 他赞美君子 说君子都是尊重别人 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都轻 遇到事情也会先考虑别人 再考虑自己 正版桥也讲 失窥是福 难得糊涂 满着笋子鸡 亏着银子剑 笋于己则利于彼 外得人情之贫 内得我心之安 自贫且安 福在即是已 传达的还是利他思维 自己吃亏不是亏 是福 会有福报的 存上的人们总是相信天理寻回 没有白吃的饭 也没有白吃的亏 一 利他就是利己 小薇自己创业 明明能多赚一点单子 他也会按最低的价来 公司的业务员背地里都说 老板太傻 第二年产品材料价格上涨 小薇的产品还是维持了原价 慢慢的有一些回头客 虽然利润很薄 他还是坚持了下去 业务员说老板太不懂得经营了 第三年 因为行业竞争激烈 很多原本不错的工厂都做不下去了 小薇却还能接到订单 而且比以往增加明显 业务员不明所以 小薇在例会上告诉大家 做生意要先利他 你为客户着想的时候 他开始可能没有察觉 但是根据市场变化 你的重新客户很快就会感觉到 对你除了业务关系 还多了一份信任 危机的时候 这份利他的意识便是我们生存的机会 利他就是利己 有些事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毕竟钱是赚不完的 但维护客户关系靠的是利他思维 可以存相待 人记忆最深刻的 莫顾于给自己最大帮助的人 道胜和夫也认为 每个人的身上都同时存在的 利己之心和利他之心 人不利己就无法生存 人都是足利的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利他是一种格局 也是一种修为 利他的最后都是在利己 二 精致利己的背后是失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只经过了精心打扮 通过伪装自己利己出心的人 他们往往具有高智商但很世俗 他们是按表演之道 易懂得配合规则 他们一切手段 都是为了获得更多有利自己的东西 李云在国外读案研究生后 进入这家外资公司任职销售 他销售能力很强 但是不愿和同事协同 因为公司规定 自己做的单子提成是协同完成的两倍 由于今天疫情影响 国外的订单需求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大区总裁决定 改为本土拓展 其他同事都私下结成团队 虽然开单率直接下降 好在凭着资源共享 同心协力 总算能达到没有肉吃 也有汤喝的局面 李云因为金鱼利己 从不给他人帮忙 所以这次也没有同事愿意让他加入 他接不到外单 本土又没有对接过 所以业绩岌岌可危 不得不接受这样子降薪的通知 利己是人的本能 也是生活所需 但金鱼士的利己主义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同时 也失去了一些潜在的机会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往往没有抗风险能力 因为你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三 利己和利他并非对立 而是统一 极端的利己和极端的利他 都不会持久 卡内基说 你想得到你想要的 必先给出别人想要的 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 我们在社会关系中 交往成长 为了展现和提高个人价值 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帮助 母亲随我到城里生活后 把小区后面的空地开采出来 种了菜 南方雨水大 那些菜疯涨 一家人根本吃不完 母亲就趁楼里人下班的时候 送给人家 还和人家说 我是他的儿子 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可是 渐渐的 电梯里会有很多人给我打招呼 还说谢谢母亲送他们的菜 新鲜又好吃 母亲最近又开发了外卖业务 专供小企业主群 她自己包饺子 皮薄鲜大 大家喜欢的不得了 母亲的微信 每天响个不停 看着母亲笑开了花的脸 我心里很暖 母亲和我说 你看 送菜送出来的好生意 在很多时候 损人不利己 获利为零 损人利己 获利为宝 利人又利己 双方获利 道声和服又说 利己则生 利他则久 敬人者恒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 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